你知道唯一一位赶搁着岁月强势镇压荒天帝的巨头 他的下场有多惨吗 在仙谷末年来临之际 九天十帝被异域强者杀到断层 而此时的荒天帝修为已经高达天神境 他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异域诸王的眼中钉 而异域强者为了永绝后患 不惜耗费大法力推演未来变数 要将九天十帝未来的先王幼苗全部扼杀 身为荒天帝的十号 更是被掌握了时间本源的赤王钉上 赤王横跨岁月 直接降下一道法身 欲将十号彻底斩灭 这种隔着岁月杀人的手段 让荒天帝感到头皮发麻 仅凭一道法身 就让当时的荒天帝毫无还手之力 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时间长河下游 鲜光绽放 一位女帝破空而来 先是击溃了抑郁强者的法身 再阻断其真身降临的通道 赤王也被女帝重创 后又被时间长河中的因果之力反噬 让她花了整整一个纪元 才将伤势恢复 而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 当荒天帝突破先王后 施展出一身所学 将同为先王镜的赤王斩杀 最终赤王的元神 沦为了荒天帝炼制准仙地气的燃料